Liana,我是妍妍 只有高雅,我是丑子 天满星空,我是露露 是,我们看一下中华圈的一些新闻 中华圈的一些新闻最近就很火爆了在网上 就是中国的这个委员长 也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呢 在周三的时候在去访问香港了 那么访问香港主要他参加的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的主要的题目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论坛 那么其实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论坛的 一带一路的这个论坛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其实整个的 大家都在群起在反抗 反抗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张德江我们要真普选 我们要平凡六四 我们要结束中共专政 等等的这些横幅就出来了 其实张德江访问在访问香港的时候 大家就是那个路风的是很严实的 有据说啊 就电视转播的时候 然后有八千个这个警察来做防卫 然后几条道全都全都围起来了 同时有几条道在在十六号和十七号的十七号或十八的时候都现行 呃在这么一个特别 为什么警察有很多的警察在 呃在保护张德江呢 难道他的生命真要受到了危险了吗 据说我还昨天听的还有一些报 就是震报队啊 就跟在张德江的车后面 这个震报队他有很多的特殊的功能 也包括如果说他的这个激光 或者是隐形的一些东西发现路边有些炸弹了 他会自动解除这个炸弹的爆炸 哦好神奇的一件事情 呃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了 但是足以看到其实张德江防港 然后港民呢或者说部分的港民呢 然后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愿景 自己的诉求在诉说着 中间呢会产生了一些很争执或矛盾或剧烈的一些场面 呃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就是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矛盾 还是依然存在着 哦中国最近还挺忙的啊 还蛮多这些矛盾啊 还是等等之类的 可是对于这种反恐级别的这些保安行为 会不会对会不会有点太大阵仗的一些呢 对于民众来说 他们其实要求的应该只是普通这些诉求 只是要求呃做 只是要有真普选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 用到这些反恐级别 那对待人民来说是以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人民呢 嗯 是 所以呢 昨天我也看到一些小 报道哈 这些报道哈 这些报道呢就是学生们之前香港成立了一个学生的政党 这个政党呢就叫做香港众志 香港众志当中的这个学生会主要是倡导这个秘书长呢 就是呃 那最著名的黄之锋 也就像像上了这个呃 纽约时报是还是纽约时报还是哪个刊物的那个头版的那个人物形象 就是黄之锋了 然后呢 他他是这个呃 党这个呃 香港众志这个秘书长 同时他带领了其他的学生 而其他的这些学生包括这个党的主席 包括副秘书 他们当时看听到消息说张德江要七周三的时候来香港 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呢 所以他在这个学生阵线的几个同学们三个 我看那个照片里三个同学们 他们就租了一个呃 呃 越那个越城酒店是越宾酒店呃 呃 呃 反正是一个酒店就是在张德江车队正好路过的那个酒店 他们当时的时候呢 就租下了那个酒店的一个房间 从那里住了两天 呃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不从这个酒店住两天的话 你到时候在想挤进的这个封锁线是挤进不来的 因为有很多的警察在那把守着 你是进不来的 所以他们之前两天呢 张德江之前来港两天之前 他就把这个酒店租了两天 在那里 然后大家就在想呃 我们应该怎样策划呃 在将的张德江这个车队路过这个冰月酒店 之前我们应该怎样冲上街去 怎样举行我们的横幅 怎样让世界都看到我们香港 我们的香港部分的人还是有反抗的意识的 还是有我们真的需求和要求的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存在 所以他们就开始布置这一系列的活动 呃 你包括呃 看到在 我记得在张德江车队 经过那个酒店前面应该是12点46分的时候 他们那几个人就从酒店的这个 他们住的这个房间出来之后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化妆 化过妆的 因为很多其他人认识他们几个 如果认识他们之后呢 警察就会直接把他们逮捕起来了 所以他们就经过乔装打扮呢 就在酒店的门口等待着 其实酒店门口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人在 在看热闹的人 所以他们就混入了一些看热闹的人群当中 当这个车队过来要过来的时候 感觉这个警察说车队马上过 马上要过 呃 然后他们这几个 马上就冲出去了 几个男生啊 这党员的男生学生就冲着 冲到街道上去 冲到街道上去 上面写着我要真补卷 我要呃 就是中共反 呃 就是反对中共专政 然后平反努司事件等等的 后悔就 他们就举出来了 当时还没过十秒钟的 很多警察 瞬间四十个警察都扑上来了 然后扑上来之后 就把这个学生领袖给压在地了 然后其他几个学生领袖也把他们给 制服了 同时搜他们的身 怕有一些危险的物品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张德江的这个车队过去 大约是12点50分左右 也十分钟之后就全都过去了 过去之后呢 这几个人也就把他们给释放了 他们就回到酒店之后 呃 筋疲力尽的 然后吃了点饭 呃 然后但是也是很 吃完饭之后也 他们也敢给记者说 我们也很感慨 我们也很失望 失望就是我们这次行动没有成功 没人让世界看到我们 香港一部分人的声音 反抗的声音还是存在的 求真民主 真普选的声音还是存在的 呃 所以整个故事可以看到哈 自己人民的诉求是什么吧 就毕竟是民主的国家 呃 自己人民来偷选的话 不可能在选举之前说 你你什么权力都有 但是在选举之后就 你什么权力都没有 甚至以这种爆压式 甚至把自己人民当成是恐怖分子这种 等等这种行为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太好 嗯 您可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来讲 可以坐到今天这个位置来说 都是人民一人一张票 把你就是把你捧到 捧到这边这个位置上去的 是 呃 所以最后 其实那篇文章的最后的一句话 还是挺让人寒心的 呃 张德江在这个 一带一路这个论坛上讲了三句话 这三句话说 我希望 我说我能够听到 我能够看到 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 香港民众的这种 呃 的状况是怎样的 但是呃 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 他们国阵 就是他们的 他们是香港众志的 还有其他的政党的这些人来说 他们也想 就真的能够面对面的 跟张德江面对面的去交流 真的让他能够听到 让他能够看到 让他能够理解到 但是这些听到看到理解到 对于这些香港众志的这些政党们 或其他的这些呃 泛民主派们呃 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呃 我们看完香港之后 我们再看台湾 呃 台湾呢 今天是19号了 我们正在倒数为蔡英文 明天的时候 蔡英文就就 就职演说了 呃 这两天台湾的政坛也是风风火火 你包括之前 就是 现在还是在任的台湾的总统 呃 马英九先生呢 他他也就是自己说了 他八年的总统路程 是的 就是在昨天呢 我们就看到呃 在在那个面子书呢 就可以看到呃 一个小video 那么就是呃 我们的呃 马英九 在他的面子书上 就发表了一个视频 然后是以一种自嘲的方式 去告诉呃 网民们 他这八年来的 那个 网民们对他 这八年来的所有批评 然后他就是 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回应 嗯 那么就是在那个video里面 就可以看到 他是呃 他有说啦 他就说他呃 每天晚上呢 他一有空 他就会去网上那边 看一些朋友们的留言 然后看一些 他们给的意见 其实他都觉得是呃 都会让他觉得哭笑不得啦 其中呢 就是有一个就是他 他有一个呃 名称 就是他们叫他死亡之卧 那那就是因为之前呢 他跟一些名人都有握手 一握完手以后 那个名人就会啊 就是出事这样子 啊 那他就说 哇原来我的手这么厉害啊 然后在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他还拿那个护手箱来查 就是说他要好好的保护 他自己的手 啊哈 是 他的手还真挺厉害 大家最想让他的手握住 谁的手呢 哈哈哈 对然后他还有就还有一些网民 就他说他是呃 说他脑袋空空 像个玛瑙水母那样 那他就很搞笑的就说啊 宝宝不是玛瑙水母 可是宝宝不说 就很流行的网络术语嘛 对 网络术语就说宝宝什么 宝宝饿了 宝宝不说 对他就以这一种方式来 呃就是回应网民们 然后到最后呢 他也是很感动的 他也是有说谢谢大家给他的留言 是他们的那些留言和意见 让他们整个党呢 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 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动力 那么他也表示说 他会继续关心台湾 也会关心大家 关心这一片土地 那么他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携手同心的继续为自己的国家奋斗下去 对啊 对不起 这个 呃 马云九拍的这个影片 算是呃 台湾人对马云九终于有一点比较正面的一个呃 比较正面的一点形象了吧 终于马云九给一点形象 因为之前对马云九来说 对台湾人心里 他们的还是比较负面的一个形象 然后对于还这个要离开之前做出一个对自己 至少稍微的稍微的在台湾人的心里 稍微稍微的有点矫正了吧 嗯 对不对 呃 呃 像是之前 其实这个影片让我想起之前 我看过呃 一个奥巴马的影片 奥巴马也是拍了一个蛮搞笑的一个影片 来说自己退休过后的生活会是呃 怎样的 啊 就有时候打电话去那个打球那边 打电话打球啊 就说嘛 呃 奥巴马退休之后啊 他的生活啊 等等之类的啊 对 他还跟他的那个最大的反对党 就是说 啊 一起去看电影啊 嗯 那么看起来其实现在的总统 他们除了要有一个很威严的一面之外 其实他们可以就是以一种比较呃 呃 温暖式 搞笑式的那种形态 去跟呃 呃 大众有一些 交流互动 对 可能这样子可以更加明白 其实人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对 是呃 呃 马云九 除了其实除了马云九这方面 就是呃 获得了很多的赞 哈 我看这个影片获得了167万的赞 呃 但是你让人兴起的一件事情 就是呃 C 中国官媒在官媒 也就是CCTV啊 这些东西 然后在面子书上的这个赞数超过了CNN或纽约时报 对呃 这个跟JBBC中文网 就是这个CCTV呢 中央呃 而是的这个粉丝的这个粉丝专业就拥有了25万人说赞 呃 然后这个人民日报来说就有18万人按赞 然后都是呃通过官方面子书的官方身份认证的这个蓝沟沟就有这个蓝沟沟来认证的 呃 呃 这些这个这个CCTV呢 呃 这个人民日报呢 都是以呃 以呃 来发铁文 然后里面内容就有这些上中国的这些山水风筋啊 图片 图画文化表演等等 但是呢 中国的这些呃 什么共党的这些消息啊 或者是本身自己内部消息就都不会呃 po上这个呃 中国的这个面子书网站的 因为主要习近平呢 还是表示 还是就是说 中国开设这个Facebook account 这些呃 中文网 中文呃 页面呢 主要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为指标 嗯 所以他讲好中国故事就是 全都是正面的 全都是正面的 气气洋洋的 对 欢欢乐乐的 就好像是网络上那些网络女神嘛 都是选择自己要的这些角度啊 这些最漂亮的一面给别人看啊 呃 是不是 当然呃 这个战术呢 其实也 也是有就是被说就呃 不代表你战术多 就是你多人看 可能这些CNN啊 美国的CNN啊 是主要人们 看CNN的这个媒体 主要是呃 透过看电视啊 等等的 而不是以这些粉丝战术来衡量 是呃 也有人怀疑这个战术有点虚 也许是拿钱买来的 呃 但同时也有一些专家会说呃 那这些赞你包括就是在呃中国的微信或微博 他的如果说他的呃大V账号大V就是大大卡斯的一个账号 呃一般的跟随的人数都是一千左右的一些 一千万左右的这个人数 也是正常的一件事情 呃 但是也也是相当怀疑的了 呃 这个究竟这个战术跟直接的这个收视率有没有 直接有没有呃 他的相关性呢 呃 还是一个疑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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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